今天求职舞台上来了一个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数据奇才 出场不到两分钟就折服了所有人 企业家们都非常激动 还没到选择的时候就一个个都想抢走这个小伙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小伙子有什么实力 可以说我从2005年开始到2012年这七年的时间 都是按自己的规划走下去的 因为你是冲着58同城来的 那你要是去58同城你给自己设的那个岗是什么呀 因为我之前看过58同城招了一个那个 在智能商务那边招了一个劳密 我感觉我和他的情况也比较相似 我也数学挺好 我高考的数学是140 然后我在大学期间有几门数学都得了满分 然后所以我也是出这个部门来的 就出那个部门来 咱们招手的那个是怎么样 劳民做得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就是博士 就是人大的博士 我所学的吧 我所学的就是数据库方面的构设 然后我学了那些那个SQL 而且我在中国银行巴黎分行实习的时候 因为那个assets 为中国银行构建了两个数据库 然后我不仅学了数据库构建方面的 就是代码 码名方面的工作 我还就是这一系列还学了很多的统计学 技能经济学方面 我可以做数据的收集 数据的分析 今天来其实更偏向于做一些数据挖掘的工作 能够辅助决策这一类的 好 明白了 太好了 我们就叫这样的人 我们叫了 你接的速度能不那么快吗 那你说吧 你接上来 真的 因为你像卖化妆品吗 因为垂直 你数据分析有价值 因为脑腰的数据太多了 你搞不清楚 我们就是针对女性爱美的行为习惯去分析 所以她分析出的结果 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 小曾这个在不在考虑范围之类呢 在 也在 爱国者来说一下 你这对网销的话 这方面来讲研究多吗 你这个数据分析来讲 对网销的帮助 你觉得这方面有兴趣吗 我做数据分析的话 我自己感觉 只要有海量数据的地方 就有我生存的空间 因为对于一个老总来说 海量数据你肯定是看不完的 就需要我替你先去提取 你告诉我你的目的 然后我去帮你提取那些数据 然后提取出来 给你形成一个数据分析报告 给你辅助您决策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一间律师机构 你知道我们服务都是高端客户 而全球的 那么需要海量的数据收集 信息整理 然后呢数据挖掘 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管理经验 第一个 你已经系统管理了你的企业 您说的管理经验是指什么呢 是指那个数据库维护吗 数据库维护修理 包括呢提升 还有网络的管理 还有呢做marketing部门的 对于数据的这种收集 数据库的维护和数据库的管理 这些我竟然都能开发出数据库 这些的话我都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但是我今天想把自己再拔高一下 我想做marketing 就是数据挖掘方面的 数据库管理 直接说 这是最基层的 小宗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小宗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做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对不对 对 你希望你面对的数据是什么量级的 这样 多大的 多少数据你才能满足 不是这么问的这个问题 要求数据有大小 你数据越大 你给我一个电脑越快 和数据越小 给我一个电脑越慢 它其实运的时间差不多 提取出来的时间差不多 我要求的是 这个数据到底是你们部门的什么数据 以及我分析了这个数据 数据背后有什么 怎么能够监督和指导管理 然后达到解决绩效的问题 对 这个数据在你们 就是这个 那个这个公司中占多大 就是占是一个什么数据 多核心的作用 对 多核心的作用 你嘴怎么说 说半天 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数据 不是给你们填漏的数据 对 不是给你们玩的数据 指导管理的数据 是吧 陈小辉这个问题 问的是非常好的 我也觉得 如果是小数据的话 根本没必要这个岗位 老板看一看就能 眼睛就能扫明白的 因为这个BI也好 数据BA也好 数据分析也好 是透过人眼 或者是人的感觉 没法渗透的 这个关系 找出我们商业角色的依据来 CAPG因为明年做全国加盟 现在我们正在全力打断的是 一个全国ERP总控中心 那么现在我们组建这个部门 它的老师就是 全国餐饮行业ERP的设计者 是一个数据迷 另外组建这个班底里面 学历最低的是本科 博士硕士都会很多 而且所有费尼摩署 招的高级学历的人 在费尼摩署都想进入这个团队 平静 真的我听到他说 我就特别兴奋 就是我想要的人 我跟你说 我今天真是 我今天真是很下滑 对你个人职业成长 还有一个 会让你参加跨境的 知识产情诉讼 好 平静 他们说的都是 自己想要的 数据可以转化成为利润 可以转化成为利润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我就发现 黄海南是那么的可怜 因为和我一样 什么都听不懂 所以这两个各位都不说话 迅速的先按灯表个态 然后咱们再叨叨叨 行不行啊 来12位 第一印象选择 谢谢 九位留下来 天生为了 这个小伙子太可爱了 这么牛的履历 脑子里有很多墨水 那些老板们也挺好玩的 都很稀才 都不愿意错过 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 我们接着来看他 到底会进哪家企业 来 各位 来 请正人 这样子吧 您平时做分析用什么工具 您叫陈欧嘛 小泽啊 小泽啊 这样子 因为之前你们有真正工作经验 从现在开始 从高考开始 把你过去觉得引以为傲的 能证明你智商的东西 从高考分析开始 列下来 那个不好意思 您这个问题能放到第二个问题吗 因为刚才那个姚总先问了一个问题 我想先回答 你可以不回答 没关系 他的问题可以不回答 理工科的同学太可怕了 来 金波刚才问的什么问题 我问的问题是 你平时用什么工具 都有哪些软件啊 方法啊 可以讲一下 我在法国那边 因为法国那边学的是SARS 用的是SARS做数据分析 在回国之后 学了SPSS 这两个工具你都熟练吗 用起来 都还可以 来 回答一下陈欧的问题 就干的特牛的事 我现在干的 感觉最自豪的事 就是我在2011年3月份 到2011年8月份 有幸在中国银行 巴黎分行实习过 并且得到了领导的认同 然后在回国之际 领导给了我一分 推荐信 还送了我一把 那个 爱律滴1881的干笔 另外小刚 我开始的问题 其实是给你机会展示自己 不是告诉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得了多少分啊 赚一个第一名啊 这样最快的展示你的价值 所以这样这样这样 小松 咱们现在又回到落地的问题 这次来找工作 对自己的薪金的诉求 大概是多少 就不低于多少吧 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专业出去的话 硕士毕业应该是在8000以上 然后和这一类同类人对比的话 我比他们的优势在于 我有那个双硕士的学位 这证明了我可能有更好的学习能力 所以 然后我想我的薪水应该不低于这一个 不低于8000吗 不低于8000 然后那个我还有在中国银行 巴黎分行实习过的那个经验 以及我我的一种那个 我之前就是 我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在法国 所以 所以的话 我想我的薪水不低于8000 你说和这聊天那么费劲 听啊 因为大家都是8000 所以我应该是8000 但是 我是双硕士 我在中国银行住巴黎分行 我吃苦耐劳 所以 所以我应该更值这个价 所以老板给我这个价 我开8000这个工资的话 在就是数据分析里面 怎么听不懂话呢 嗯 所以 我的底薪我认为 应该 我只1万以上 现在企业会更容易 还是8000 反正还是8000 谢谢孝刚啊 你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小伙子 最起码有一点 是别人无法改变的 你要认准了什么事 那家伙 所有的理由 都让你更加认准这件事 太好了 来来来说工作 另外 其实 还有选择来巨美 因为巨美的做技术 应该场合里面最时尚的 所以这方面 可让你在市场上更有进入力 如果你来58的话 我们有各种培训 包括恋爱的培训 我就直接告诉你 我们还有很多未婚的律师 是是是 来来来 来各位不聊了啊 二次选择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到了小曾的手里 来 选择 好 刘刚离开了 一年卖五亿条毛巾 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但是 他也是毛巾啊 毛巾也要做 五亿条也是毛巾 其他人像 但是也不光是毛巾 好好好 还有玉袍嘛 我知道啊 现在有八位留下来 注意八位现在要提供职位 来 从这儿 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 全国加盟亚皮总控中心的高级亚皮分析师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是一个神奇的网站 所以我们有太量的数据 因为我不完全确定你的专业知识 但是你的背景非常好 就是也很聪明 这个我相信你加入这个团队以后 对你未来的发展会非常有好处 职位叫什么 商业智能部门的一个分析师 好 杰里 集团投资管理中心的数据分析师 来 巨美优品 巨美优品 作为中国领先的化妆品电子上网站 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收入数据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工作 是我们公司的数据分析师 做BI相关人工智能相关的事 可以让你不但了解我们销售数据 同时可以了解女性 对于外谈恋爱是有帮助的 爱国者 冯就 小三 爱国者国际化联盟 是专门帮助中国各行各业 总共五百个行业的冠军企业 一起抱团 走向世界的 所以呢 我给你提供一个很特别的 能够把你的才能 充分发挥出来的一个岗位 就是爱国者国际化联盟的 全球市场分析师 这样给这五百家企业 每家给建议 你工作根本干不完 所以呢 冯就 冯就 稍等 咱现在真的有这个职位了 是吗 当然 因为我说这个爱国者 我现在这苦恼呢 我现在完全得靠自己的 冯就 每次上台都是发明 这个职位的专家 我看冯总以后这个老板 就不用当了 还是去当那个 是这样 集团的人 这个爱国者的国际化联盟 确实是刚刚成立起来的 全新的 对 所以才成立一周年 这个职位是不是一个 现存的职位 对 而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 是直接对我回报 为什么 因为我要天天服务于 这些优秀的企业 所以请你慎重地思考一下 这个岗位来讲 跟你原来的诉求 我知道你很喜欢五八同城 我也希望咱们将来能够给五八同城做点贡献 但是呢 咱们一起 因为你的沟通能力来讲的话 可以说在数据方面很强 但是在这个普通 其他的企业家 不见能听得懂 那这时候来讲的话 我虽然土木系毕业的 毕竟 我干了二十年IT 多多少少能够跟你对接上 实在有对接不上 我请副总裁跟你对接上 咱们一起为他们服务 好不好 小伙子你听我的 一个优秀的求职者 要意志坚定 从上来开始 进五八同城 就往五八同城去 好 谢谢旁白 好 回到跟上去 来 依文 我给他的职位是 数据中心的产品分析师 好 王立 信息管理工程师 和全球协调人 行政总裁助理 哇 好长啊 全球协调人 行政总监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这个人 他的助理 然后其实主要干的事情 仍然是数据分析的事情 信息相关的 信息相关的数据分析 好 这个职位来自 北京德恒律之事务所 来 红城教育 红城教育呢 是最大的一个 网络教育公司 那么我们最大的 核心竞争力或者平台 就是我们的一个 教学教务学习管理系统 所以也是分析师 是吧 对 也是一个数据分析师 从行业上来说 真叫包罗万勇了 好 来吧 向六家老板 CNO 谢谢您的大长 再见 谢谢您的大长 再见小华 王丽再见 黄莫再见 谢谢 谢谢您的大长 再见 再见 现在剩下来的两家 五八同城 巨美优品 谈钱不伤感情 我们给你这个工作 他的工资起薪是一万元 一万元开始的 有住宿吗 没有住宿 但是我们公司 针对公司研发人员 上刚知道了 因为这群人他们加班比较多嘛 是公司提供宿舍的 但不是每个人提供的 第一是不是每个人 第二是周转的 对对 他不是 他是可以独立的 但是前提是你工作量 真的需要加班 换句话说 残酷的资本家是这么说的 如果针死在我们公司 给你个房住 说话呀 姚总 姚总您说 对你的专业的一块 我不是完全确定 工资 我只能说是八千起 至于是定在八千 一万还是一万二 你需要跟我们那个部门的头 去沟通以后才能完全确定呢 没问题了 任真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巨美优品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还是巨美优品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再见 我的选择是五八同城 小伙子真才实学 以后发展空间会很大 还好他选择了五八同城 大家都知道 现在巨美优品不行了 美妆电商第一股 巨美优品在五年之内跌落神坛 纽交所史上 曾经最年轻持有网红带货鼻祖陈欧 也从我为自己代言 沦落到陈两块 2020年 巨美优品宣布完成私有化 正是从纽交所退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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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